在京都古色古香的城市中有很多日式的建築物 今次來到京都我們住的地方是由京丁家改建而成的 你看它多漂亮 2019年年底開幕的豐祖丁家酒店 是單棟式的丁家建築 樓高兩層 給遊客體驗一下住在傳統日式民居的感覺 場上裝了京格子木槍 內部裝修交替地用了石頭、木材和竹這些天然元素 Lobby 的公共空間可以給一班朋友喝茶聊天 Relax 一下 大廳上面掛了三盞竹仔的吊燈 酒廊上面保留了老舊的木樑造的欄杆 這裡一共有六間客房 所有房間的間隔、設計都不同 這間套房有兩房一廳 在客廳旁邊就有一間Tatami房 這裡平時可以當作PTat用 如果你是一間大小的 你又可以將它變成第二間睡房 三盟滿寨自成一角的私人空間 和室對開還有一個私人小庭園 看看我的房間 嘩!我的房間也很美 睡房的樓底很高 有天窗彩缸 放了梳化和書桌 後面是特大的雙人床 還準備了浴衣 連衣帽間也一樣是和風設計 還有洗手盆可以在房間梳洗 這個廚房仔細細 但它有洗衣機 微波爐 有個小小的焗爐 還有所有杯杯碗碗 沙煲冷餐都準備好 看來我今晚可以去買餐煮飯了 還有京都綠茶和手沖咖啡 很有格調 浴室一樣有和風元素 但又不失現代感 上到二樓有另一間套房 面積小小小 不過一樣是兩房一廳 都有一個和室 廚房和浴室 房間可以看到天井的庭園報警 唷 用掙喇